王健民在这场比赛呢 四局之后 那么球队是落后的状况 知首颖守住战果 除了他自己的努力之外 当然我们在球场上 也发现了很多新台湾之友 帮助王健民能够呢 来守住这个比赛的成果 像是谁呢 我们首先看到这位呢 他叫川崎宗泽 是一位日籍的选手 那么他呢 在五局的时候 满壘的状况之下 就一人出局 帮助王健民接杀了 漂亮的平杯球 而且造成双杀 顺利化解危机 再来看到的是 恩卡纳西翁 他呢 有一分的两分炮 那么帮助比数呢 追到5比4只剩下输一分 另外还包括了林德 单场三支安打 也是建功不少 那么这些新的台湾之友呢 都帮助王健民在这场比赛 能够逃掉呢 这个败战学手的命运 就要让Elepdown把球打在地上 结果是个平杯球 就好高三中格手套 四踩雷包 完成了Double Play 再看一次慢动作 跳起接杀再踩雷包 川崎宗泽完成一季漂亮的双杀手臂 帮助王健民顺利过关 没让伤口继续扩大 这一球川崎展现日籍野手的价值 也让他在球队的地位 更稳固 这太多玩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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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川崎 我也是 我爱你 我爱你 两天前跟队友一搭一唱 完成现场Live访问 英文不好的川崎还拿起笔记本 一字一句念出单字片语 看得出来他爱耍宝的个性 已经成功融入团队 现在不但是蓝鸟休息室里的开心果 更用手套成为王健民的坚强后盾 除了手套守住十分 王健民的新队友 第四方Internatio 也赞助一发两分泡 把比数追进只剩下一分 另外曾经和王健民一起在洋鸡 打拼的牛奶小子Cabrella 还有单场三只安打的一类手Adan Ling 都是健宅的好朋友 从现在开始 也都是台湾球迷眼中的 新台湾球友 中文新闻台北